12月27日,据野门胡塞武装官网消息,当地时间26日,胡塞武装海上部队向行驶在红海海域的一艘商船发射了导弹。 胡塞武装表示,针对该船的行动是在该船船员三次拒绝胡塞武装呼叫以及一再发出的强烈警告信息之后进行的。 据彭博社报道,地中海航运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证实,该公司旗下的联合8号商船,26日在从沙特阿拉伯前往巴基斯坦的途中遭到袭击。 船上所有船员安全,没有人员受伤报告。 该公司正在对损失进行评估,并将改变商船的航运线路选择途经好望角的较长航线。 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利亚表示, 胡塞武装当天还对以色列港口城市埃拉特发动无人机袭击,以向乙方施压,迫使对方结束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自新一轮8亿冲突爆发以来,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多次袭击红海水域目标。 胡塞武装表示,由以色列公司拥有或运营的,或者悬挂以色列国旗的所有船只都将是该组织的合法打击目标。 而这次的红海危机也让泰国看到了希望。 据媒体报道,泰国政府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推荐陆桥计划寻找所谓潜在投资者。 而这陆桥计划,现在的报价是1.4万亿泰铢和人民币2800亿,将从2025年开始招标和施工。 一期工程预计于2030年完工,整个项目计划2039年竣工。 据赛塔所说,陆桥将成为马六甲海峡完美替代路线的选择。 而这已经是今年赛塔既在中国、美国之后第三次对克拉陆桥项目进行推销。 但是显然,这一推销不那么顺利。 如果真的能像泰国说的那样完美替代马六甲海峡,哪还用总理上门推销? 金主们早就蜂拥而至了,好吗? 有人觉得,美国日本不感兴趣可以理解,但中国不应该不感兴趣啊。 这个陆桥项目,不是可以让中国的货物绕过马六甲,解决马六甲之困吗? 其实吧,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为什么泰国的克拉陆桥项目难以实施呢? 这个项目,是解决中国马六甲海峡之困的钥匙吗? 说起克拉陆桥,要先介绍一下克拉地峡。 我们都知道,泰国领土除了中南半岛上的主要领土之外, 向南海向马来半岛延伸了很长一截。 这个延伸的部分,有一个地方叫克拉地峡,非常窄,最窄的地方只有50多公里。 所谓的克拉陆桥项目,就是在克拉地峡,横着修一条铁路, 连接两边的两座港口春鹏港和拉廊市港。 船只来到春鹏市卸货后,走公路和铁路到达拉廊市,再重新装船运走。 这样一来,就相当于以陆路的形式,把印度洋和太平洋连通了起来。 克拉陆桥一旦修通,对泰国的好处是巨大的。 一方面,泰国在马来半岛的商品从东运到西部,不用再花五天时间绕行马六甲海峡。 直接通过陆桥,一个小时就能运到,对泰国国内物流有很大好处。 另一方面,陆桥相当于一个海峡捷径,如果其他国家有运货需求,也可以走这个陆桥。 泰国就可以像埃及和巴拿马一样,靠收购路费躺着赚钱。 听起来很美好,不是吗? 但问题在于,克拉陆桥项目完全不靠谱。 第一,效率太低。 很多人强调,走克拉陆桥能比绕行马六甲海峡,省二到五天时间还省一笔油钱,优势巨大。 但问题是,很多人可能忘了,港口卸货装货也是需要时间的。 一般的港口作业效率,一个吊机每小时可以卸下28到30个标箱,大型船舶同时三条吊机作业,一个小时可以卸下90个标箱,那么一万标箱的集装箱船需要四天多。 事实上,由于卸载过程中,舱位和配载的限制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 到另一边,装船也需要差不多的时间,一装一卸,九天过去了。 还谈什么时间优势? 当然,如果泰国下血本,把港口建成上海洋山港那样的超级效率的话,能把卸货时间压缩到一天左右。 那么,问题又来了,博位不够。 港口的博位是有限的,在博位被占用卸货的时候,其他船只只能在港口外等着。 一般的港口,有十个博位就不错了,毕竟上海洋山港作为全球第一大港,博位也才五十个。 那么也就是说,就算泰国以超高效率卸货,一天最多也就十万个集装箱。 可是问题又来了,路桥能不能容纳如此大的集装箱货运量? 铁路运集装箱的效率非常低,中欧搬列牛不牛,一趟也才二百个集装箱。 我们就算它二十四小时,接连不断地在克拉路桥上跑,一趟一个小时,跑一天。 算上铁路卸货,然后运到码头的时间,以及港口调度的时间也就十万箱的样子,能勉强把一天的卸货量给运完。 但是,这也就决定了,这条路桥单天的最大运力就是十万箱。 而马六甲海峡呢? 全长大概一千公里,按集装箱货轮五十公里的时速来算,一天也过去了。 可是一天有多少艘船能通过马六甲海峡?二百多艘。 假设这二百多艘都是一万箱集装箱船的话,那么马六甲海峡一天的运力就是二百万箱。 这么一看,克拉路桥的运输效率完全没法和马六甲海峡相比。 海运行业中时间是个很重要的指标,谁闲着没事在克拉路桥的港口等着一点一点卸货、运输、装货,然后再运走。 所以,克拉路桥相比马六甲海峡,从通行效率来说毫无优势可言。 第二,收费困境。 根据克拉路桥的规划,项目计划投资二百九十亿美元。 2025年开始招标施工,中标财团将获得五十年的特许经营权。 这样一来,投资方每年净利润达到六亿美元才能回本。 而投资方显然是不满足于回本的,也就是说最起码每年净利润要超过十亿美元才有投资价值。 我们刚才算过了,假设大家都想从克拉路桥过,克拉路桥每天以最大通行量运行,其通行量也就相当于十艘一万标准箱的集装箱船。 一艘船的货,我们参考苏伊士运河的收费,按二十万美元来算,一天收入二百万美元,一年才七点三亿美元。 注意,这只是收入,还要扣掉运河维护费,输军费,管理费,环保费,人员费等等,这都不是小数。 也就是说,刨去这些成本,一年的利润能有五亿美元就不错了。 这么算起来,这完全是一笔赔本的买卖,有二百九十亿美元,去搞利润更大的短期投资不香吗? 干嘛要砸到这一个五十年也不盈利的项目上? 第三,没人感兴趣。 其实修路桥这个事,泰国不是第一次提出。 早在1989年的时候,泰国就酝酿过路桥的建设,当时还向日本推销过,但日本不感兴趣。 他信担任总理时,也曾把巨型工程作为自己经济政策之一,希望通过打造克拉路桥这样的巨大工程项目,吸引外资,拉动泰国经济,带动就业。 当时还有传言,泰国会和中国联合开发克拉路桥,后来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还专门做过澄清。 2018年的时候,泰国总理巴育也提出过一次,但也没下文了。 今年泰国新任总理赛塔访华期间,在会见交通运输领域的中资企业老总时,又从怀里掏出了路桥项目图纸。 搞笑的是,这个图纸还是手画的。 但是显然,赛塔这个手绘图并没有引起中国兴趣。 所以,赛塔在APAC会议和一带一路论坛的时候,都没忘记向美国、日韩推销这个项目。 为什么泰国要四处推销? 因为这个项目太难了。 一方面,泰国的春棚府和拉朗府都是人口聚集的地方,大搞工程会对居民和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泰国国内有很多NGO活动,一旦项目开始,环保、就业、噪音、就业机会等等诉求,都会是NGO阻挠的借口。 要想解决就要砸钱,可是泰国偏偏没钱。 另一方面,别看克拉底峡很窄,但过了海岸,基本就是山地需要开凿大量隧道,泰国实在是没这个技术能力。 所以,泰国必须找到海外有技术、有钱的合作者。 但是找谁呢?肯定是谁利益相关找谁。 所以,早在1989年,泰国就找海运大国日本了,后来又找了韩国,但都不了了之。 为什么?因为虽然克拉路桥对日韩有利,但他们显然是要听从美国意见的。 而美国有自己的战略考虑。 世界地缘政治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叫做六把钥匙所世界,说的是,当今世界有六个最关键的海上运输通道,只要掌握住了这六个通道,就能在国际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 美国的全球战略中重要一项,就是控制这些海上通道,大家耳熟能详的巴拿马运河、波斯湾、苏伊士运河、英吉利海峡等。 这些重要的海上交通要道附近,美国都部署有军事力量。 马六甲海峡附近也不例外。 美国在菲律宾有克拉克空军基地,在新加坡有淡宾尼军事基地、邓肯军事基地和张义海军基地,把马六甲海峡守得死死的。 甚至不走马六甲海峡的话,其替代海峡也被美军牢牢把控。 只要这些基地在一天,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和石油运输就永远要看美国脸色。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根据今年拜登的中国政策顾问小组提交的年度报告,其中就包括全面断绝中国贸易和封锁马六甲海峡的建议。 一旦克拉路桥修通了,哪怕贵一些,也让中国有了替代方案,美国的讹诈计划也就破产了。 所以,就算泰国说动了日韩,美国也绝对会横加破坏,而日韩是绝对不敢忤逆美国的。 看来看去,似乎也只有找中国了。 一方面,中国有钱,一带一路峰会期间,中方承诺将再拿出4300亿人民币支持一带一路,尤其是四路基金新增资金800亿人民币。 另一方面,中国有技术,中国基建能力天下第一,大家都知道。 最近刚刚打通了18.04公里长的秦岭隧道,相关作业经验非常适合搞克拉路桥。 但让泰国失望的是,中国也不感兴趣。 原因很简单,中国想要的是运河而不是路上的路桥。 克拉路桥的通行能力有限,盈利前景本来就不好,现在又无法满足中国战略需求, 中国干嘛要自己花钱帮泰国人干活,所以,没有中国资金和基建能力的参与,克拉路桥根本没希望建成。 有人可能觉得,既然克拉路桥有这么多问题,中国也不感兴趣,那泰国为什么不干脆按照中国意图干脆挖一个运河呢? 只要开挖运河,前面说的港口转运问题也就不存在了,船根本不用卸货,直接从运河开过去就行, 只需要两个小时,就能从太平洋穿越到印度洋。 无论是从省油角度,还是从省时间角度,都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 到时候,泰国光躺着收钱,就能收到手软。 但是,这个方案再好,也要看泰国自己想不想。 其实吧,泰国一开始是想的,只不过近些年不想了。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当时泰国的阿鱼陀叶王朝国王纳拉宣大帝, 就曾打算穿越克拉开凿一条运河,打通泰南地区西侧的安达曼海和东侧的泰国湾,以便往来贸易。 后来,武士王朱拉龙宫大帝曾乘船变访欧洲,把西方先进技术和革新思维引入泰国。 他也曾劝说过英国开挖这条运河,但被英国人给否了。 二战爆发后,日本成为了泰国背后的实际掌权人,也有意在此处开凿克拉运河,直通印度洋。 但未能等到正式实施,便战败投降,计划再次被搁置。 进入七十年代之后,日本成为贸易大国,开始关注自己的海洋生命线。 结果发现,马六甲海峡在运量、航线、安全性等都存在不少问题。 比如,马六甲海峡主航道狭窄,最窄处仅有1.5到2海里宽,对海上交通造成不变。 水深渐浅,海峡海底水流平缓,水下多有浅滩和岸礁,泥沙淤积容易导致大型游轮搁浅,事故率高达苏伊士运河的三倍,巴拿马运河的五倍之多。 而且由于两岸泥沙不断向海峡内淤积,海岸线每年大约向前伸展60米,航道输郡的任务相当严峻。 日本人预测,2020年的时候,每年约有9万艘船只和7000万个集装箱通过马六甲海峡。 到了2030年,它可能将达到最大运力,如果出现拥堵,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就会遭遇威胁。 而且,曾经有一段时期马六甲海盗猖獗,不断发生海盗袭击过往商船的事件更让日本感到焦虑。 所以,日本和泰国在长达20年时间里,多次一起勘察过克拉地侠,连运河方案都做了四个。 泰国军方的查瓦利上将,1996年11月出任泰国总理后,还专门在泰国议会上下两院设了运河相关的委员会计划开凿运河, 但没过多久,就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而作罢。 但是有意思的是,到了2000年之后,泰国开凿克拉运河的声音突然小了很多,基本不再提了。 包括这次的克拉路侨方案,说白了就是刻意在淡化克拉运河而已。 那么,为什么泰国突然放弃开凿运河了? 显然,泰国有自己的难处。 第一,挖运河太难。 克拉地侠虽然窄,只有50公里,但说实话,并不是开凿运河的最优地点。 原因很简单,从东海岸往西走,要不了多久就是绵延的普及山脉。 破山洞宫难度极大,你什么时候见过在山地开挖运河的? 苏伊士运河是什么条件? 一望无银的沙漠,除了人工之外,开凿难度并不高。 巴拿马运河就要差了不少,因地势高于海平面64米,就需要分段建造船渣和总的蓄水池。 这样一来,不仅增加了难度、工程量和资金投入,还意味着船只穿过运河的时间要更长,无形中减少了运河的收入。 那么,克拉地侠的普及山脉呢? 这条山脉全长长400公里,宽25到75公里,海拔600到900米,少数山峰超过1000米。 这么高的山,你说说怎么挖运河? 如果学巴拿马运河搞船渣,也不能避免成本上升,通行能力下降。 所以,克拉地侠并不是挖运河的最好地区,而且沿着最窄的地方挖运河也不是最好的方案。 最好的方案是从克拉地侠南侧,以苏勒塔尼为起点,向西南方向挖一条运河,抵达普及湾,也就是地图上的普及岛线。 虽然河道较长,达到了112公里,但地势较平坦,开挖难度较小。 但问题在于,人类活动区域同样是避山找平的。 从平坦地区挖运河,虽然躲开了山,但躲不开居民区啊,我们都知道,有时候对人拆迁,比对山拆迁更难。 从平原挖运河,肯定要涉及到大量的土地征用问题,偏偏这些土地上居住的,还都是泰国的少数民族,不太好说话。 这使得进一步加大了资金,时间,乃至风险上的成本。 而且,修建运河势必会对运河沿线的地貌、农业、森林以及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航运船只的增加,也会对当地的渔业、旅游业造成影响。 如果西方国家的NGO,以这些问题介入闹事的话,运河前景就更难说了。 第二,可能带来地缘巨变。 如果我们看看历史就会发现,泰国是东亚地区极少有的没有沦为殖民地的国家。 这种超然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列强在东亚地区的利益矛盾给了泰国利用的机会, 另一方面,和泰国谨小甚微地保持自己的中立缓冲区地位有关系。 简单来说,泰国谁也不得罪,谁也不帮,但谁也别想侵略泰国。 所以,观察这200多年历史,泰国基本没有发生重大的外交战队失误。 虽然曾经战队日本,但最后关头却学了意大利,玩了反戈一击,躲过了清算。 但是,如果泰国修了克拉运河,那么立马就会从一个中立国家变成地缘政治的风口浪尖。 历史已经证明,运河这种战略资源,一直是世界大国想要控制的对象,虽然能带来金钱,但转瞬间就能带来灾祸。 你看,1869年苏伊士运河凿通,1882年,英军就入侵了埃及,在运河区建立了英国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 50年代,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后,英国和法国马上轰炸了埃及的空军基地。 如果不是美苏有默契的配合逼英法撤军的话,恐怕如今苏伊士运河仍然掌握在英国手中。 巴拿马运河那边也差不多。 1903年,美巴政府签订开凿和永久租让巴拿马运河区的不平等条约,运河归美国政府所有,并由美国政府任命总督升美国国企,实行美国法律。 1914年运河通航后,美国把运河两岸16.1000米范围划分为运河区,设立了美军南方司令部驻军1万多人,并禁止巴拿马人入内,成了运河的主要用户和受益者。 巴拿马运河区就是一个国中之国,而且每年运河总收入约3亿美元,绝大部分为美国所得,巴拿马只能得到少的可怜的领头。 巴拿马人不是没寻求过收回运河,但几次起义都很快就被美军血腥镇压下去,造成22人死亡,325人受伤的惨痛结果。 一直到70年代,巴拿马才逐步从美国手中收回了,运河的部分控制权,收益分成也增加了不少。 1983年,诺列加通过政变,自任巴拿马国防军总司令,实际掌握军政大权。 上台之后,他要求美军全数撤出了运河,结果惹怒了美国发生了著名的入侵巴拿马事件。 就连诺列加都被美国人抓走判刑了,对巴拿马来说是奇耻大辱。 有了埃及和巴拿马的前车之鉴,泰国还敢不敢蹚这个浑水? 为什么泰国推行克拉运河的时候,都是在2000年之前? 因为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崛起,就算泰国挖了运河,地区矛盾也不会激化, 只要在运河区设个美国军事基地,交个投名状就行。 中国也没法挑战美国的军事权威。 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 2000年后,中国海军狂下饺子,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海军力量, 起码在南海这一块,已经能和美军玩得有来有往了。 如果泰国修了运河,安全如何保障? 让美国驻军? 那中国能不能容忍又有一条战略通道被美军控制? 一旦中美爆发冲突,中国为了打破围堵,打通前往印度洋的通道, 会不会攻击在泰国的美军基地? 那让中国驻军呢? 同样的道理,美军也不干啊,泰国也没法保证美军会不会袭击。 中国在泰国的军事激烈,那么谁也不驻军呢? 似乎也不行,一旦中美因为运河杠上,美国要求泰国封锁运河, 中国要求泰国必须保证运河畅通,泰国夹在中间,怎么办? 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脆不挖了。 除此之外,修了运河还会恶化泰国与邻国关系。 马六甲海峡的受益者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特别是新加坡。 但是如果克拉运河修好了,那就相当于砸新加坡的饭碗。 还记得在苏伊士运河通航前,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 曾是环绕好望角航行的必经之地,航运发达。 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使路易港完全失去贸易大港的地位,经济损失不可计量。 新加坡做梦都害怕的是,克拉运河修通后, 自己也会变成无人问津的毛里求斯。 所以,泰国民间一直有一种认知,说泰国南部的暴动, 背后就是新加坡人在搞鬼。 这还是没开凿运河的情况下, 如果开凿了,信不信新加坡鼓动马来西亚跟泰国死磕, 彻底抢走克拉迪侠。 第三,可能引发泰国分裂。 我们都知道,泰国的主体民族是泰族, 主要僵域位于中南半岛。 而在马来半岛上,主体民族是马来族信仰伊斯兰教。 本来两边相安无事, 但是先罗及泰国前身强盛后, 却把目光投向了马来半岛, 开始不断向南开疆拓土。 当时的马来半岛上, 有一个国家叫北大年苏丹国, 先罗和北大年打了几十年, 最终北大年苏丹国战败, 成为了先罗的附属国。 后来, 北大年苏丹国利用泰免战争的时机, 虽然暂时摆脱了先罗的控制, 但泰国击败缅甸后, 又把北大年给吞并了。 这时候, 英国人来了。 英国人先征服了马来半岛上的一系列苏丹国, 然后就和刚刚占领了北大年的泰国队上了。 要论军事, 泰国肯定打不过英国, 不过泰国很聪明, 选择和英国交好, 以放弃击打, 吉兰丹, 玻璃士和登加楼王国为代价, 保住了北大年。 自此, 北大年从先罗的附属国正式变成了先罗的领土。 后来, 先罗将这块地方调整为三府, 即北大年府、 野拉府和纳拉提瓦府, 后来被称为泰南三府。 但是, 因为这片土地上都是马来人, 语言和泰国不同, 信仰的宗教也不一样, 导致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对泰国根本没什么认同感, 也不想服从泰国统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泰国决定以用泰语文开化马来人, 在泰南三府推行泰化政策。 包括强制要求伊斯兰儿童, 到公立学校学习泰语, 将姓氏更改为泰文明, 并参与佛教活动等等方式, 企图瓦解当地的宗教民族认同。 但童话政策引起, 当地马来人的强烈不满, 已经开始要到武装闹分裂的地步了。 除此之外, 泰国利用泰南三府得天独厚的气候, 在这里大力发展橡胶业。 当地大多数马来人从事辛苦的割交工作, 收入微薄, 生活普遍贫困, 却享受不到橡胶业的利润, 于是就更加不满。 2000年后, 大批瓦哈比派进入泰南三府, 鼓动当地人以恐怖袭击的形式, 反抗泰国统治以破坏泰国旅游业的方式, 逼泰国政府就范。 2004年到2007年, 泰国境内恐怖袭击多达数百次, 造成2100人死亡。 就在今年10月5日, 北大年还有发生了炸弹袭击, 造成13人受伤。 现在的地方分裂活动, 是在泰国往南交通毫无阻碍的情况下进行的, 那么一旦修一条运河, 那就从物理上把泰国国土分成了两部分。 不仅造成地理隔阂, 而且还将进一步弱化对泰南三府的控制, 加剧分离主义。 所以, 泰国在没有解决泰南三府分裂问题的时候, 是不会贸然地修运河的。 相比来说, 路桥项目对交通的阻隔就小多了, 地下挖几个交叉的隧道就可以, 这也是泰国选路桥而不是运河的原因之一。 第三, 运河在经济上也并不划算。 据2015年的估计, 克拉运河10年的建设成本, 预估将达到280亿美元。 此外, 还有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 也将花费约100多亿美元。 如果算上通货膨胀, 运河的建设成本, 现在大概需要500到800亿美元左右, 那泰国GDP多少呢? 4953亿美元, 也就是说, 泰国为了修这条运河, 要把10%到20%的GDP砸进去。 咱们先不说, 泰国有没有这笔钱, 就算有, 其盈利前景也并不好。 克拉运河的最大缺陷, 在于其距离马六甲海峡太近, 以至于它的确能节省路程, 但节省的有限。 位于印度洋的船只去欧洲, 只有两条路, 一条是走苏伊士运河, 另一条是绕到非洲南端的好望角。 走苏伊士运河, 相比绕到好望角, 能节省7000多公里的航程, 光邮费就能省500万美元。 这还不算节省一个月的时间成本。 所以, 哪怕埃及收一艘船20万美元的过路费, 仍然有大把大把的船只愿意交钱, 以至于2022年苏伊士运河, 光通行费就收入80亿美元, 成为埃及重要的外汇来源。 就这埃及还不满意, 嚷嚷着准备把过路费提价呢, 准备提到30多万美元, 但哪怕埃及提价, 对船东来说也是划算的。 而巴拿马运河呢? 走巴拿马运河, 从美国东岸到西岸, 相比绕到南美洲南端的河恩角, 可以节省9600公里的航程, 从美国到亚洲, 可以节省1.76万公里的航程。 这一笔省的油钱, 也大概有500万美元到800万美元。 因为巴拿马船行小, 比跑印度洋的船要省油一点。 所以, 巴拿马运河哪怕收费, 比苏伊士运河还贵25到28万美元, 有时候还有插队费, 但船东别无选择, 还是要乖乖交钱。 可是克拉运河就不一样了, 它缩短的航程只有1200海里, 节省的油能有50万美元就不错了。 那么, 谁闲着没事花钱去排队走通行量, 远远不如马六甲海峡的克拉运河? 毕竟走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能节省500万美元, 处20万过路费, 大家都能接受。 但是走克拉路桥, 节省50万美元, 处20万过路费, 大家就觉得心疼了。 这就是克拉运河面对的最大问题, 在需求不过硬的时候, 什么时候才能回本呢? 过路费收少了, 回本会遥遥无期, 没有任何一个财团会接受回报期这么长的项目。 过路费多了, 信不信大家分分钟不伺候了, 转而去走免费的马六甲海峡? 看了以上内容, 我们就会发现, 无论是克拉路桥还是克拉运河, 在商业上都是一个注定不可能成功的项目。 泰国如果真的想要打通印度洋和太平洋, 唯一的出路就是找中国, 以地缘政治破局的理由, 说服中国出钱, 修克拉运河。 毕竟, 中国为了战略安全, 是从来都不吝啬资金的。 这一点从中免石油管道, 中俄天然气管道, 以及中巴公路加瓜达尔港就能看得出来。 中国对于破除马六甲海峡之困, 是源自国家前途命运的本能需求。 2020年, 中国石油的进口量达到了6.68亿吨, 其中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占比高达71.2%。 这些石油除了少部分通过中免石油管道, 即先用油轮运到缅甸, 再通过管道运回中国之外, 剩下的绝大部分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 更不要说, 中国超过40%的出口物资, 也要通过马六甲海峡运往中东、 非洲和欧洲。 但是现在, 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 中国在马六甲海峡的利益,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美国在马六甲海峡附近的, 军事存在就不说了, 就连印度, 也想燃止马六甲海峡了。 马六甲海峡航线上, 有一个地方叫安达曼道尼科巴群岛, 一开始, 这里只是个旅游的地方, 但随着中印矛盾升级, 以及马六甲海峡战略地位的凸显, 印度开始意识到, 安达曼群岛对于封锁马六甲海峡的重要作用。 于是, 印度开始加大对安达曼群岛军事基地的建设, 扩建岛上港口码头, 修建机场, 以及各项驻军配套设施。 印度扬言, 安达曼群岛要塞化之后, 就相当于给马六甲海峡中了闸门, 到时候是开海市观就看印度的了。 不要低估印度人搞事情的决心。 前些年印度就有不少议员提议, 要掐断中国的能源和货运通道。 2020年2月, 一艘中国商船载着重要设备前往巴基斯坦, 在途经坎德拉港时, 就被印度海关机构无故扣押。 所以, 解除马六甲海峡困局的紧迫性, 这几年大大提高了。 当然, 中国也没闲着。 如果我们看一下近些年中国的布局, 就会发现, 基本上都是围绕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来完成, 也就是所谓的珍珠链战略。 如今, 中国在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拥有了港口, 在吉布提拥有了军事基地, 在波斯湾有了伊朗港口的专用博位。 再加上以反海盗为名, 在索马里的海军部署, 其实中国在印度洋的实力已经可以了。 比如, 在这一轮巴尼冲突中, 中国派了两艘导弹驱逐舰, 两艘导弹护卫舰, 以及两艘综合补给舰前往印度洋, 成为仅次于美国在中东海域的第二大海军存在。 但是现在, 这个珍珠链战略缺了关键一环, 那就是缺少一个中国时空的进入印度洋的通道。 目前, 中国海军要想进入印度洋, 只能走马六甲海峡, 这是美国知道, 印度也知道。 所以, 一旦爆发冲突, 那么马六甲海峡必然成为美国和印度的预设战场, 人家在相关海域把海军一摆, 一一代劳, 你过还是不过? 不过, 那在印度洋上的军事部署就是孤军, 等着被人一点一点吃掉, 就可能面临人家主场优势的饱和攻击。 所以, 中国真正需要的, 是泰国老老实实在克拉地侠, 挖一条能够通行军舰的运河, 而不是只能运货的路桥。 运河两边, 还需要中国海军各部署一个基地, 保证运河两边海域的安全。 如果泰国真的答应这样, 那这五百亿美元哪怕中国都出了, 白给泰国修一条运河, 收益中国一分不要全给泰国, 那也是值得的。 毕竟, 在商业前景不佳的情况下, 找日本、 韩国和美国都是白扯, 只有中国出于地缘政治利益可能愿意买单。 但是泰国心怀鬼胎, 想投中吧。 又不想彻底投, 光想着自己的小利益, 又想用运河赚钱, 又怕运河被中国彻底控制。 所以迟迟下不了决心开凿克拉运河, 最后搞了个路桥的折中方案糊弄事。 结果就是, 挨个在各个国家费力宣传, 但是无人问津。 中国虽然在海军实力方面, 已经无人敢小觑, 但是还是缺乏对海上要道的控制权。 不过, 中国正在想办法积极寻找解决方案。